叶晨暗暗盘算着 他的八卦天丹术是炼丹术法 但天下间的术法源头是相通的 他手上有黑暗圆符 更金圆符 雾土圆符 雷霆圆符 圆术秀为非常精湛 依靠圆术的加持 叶晨的八卦天丹术不只能拿来炼丹 还可以炼气 无论炼丹还是炼气 都是炼制术法的一种 法出铜源 所以如果用八卦天丹术 再借助元气的能量 或许可以修好五行星空环 正确来说 灌注了圆道的八卦天丹术 应该叫八卦天元术 可炼制一切丹药法宝 一切兵器护甲 如果能修好五行星空环 那就好了 我在图圣大会上 又多了一件大员兵的底牌 叶晨默默地思索着 他已经有了县级大员兵的计划 大员兵数量越多 县级的威力就越大 虽然县级大员兵会遭受规则反噬 付出极大代价 但副作用代价等等 可以慢慢再考虑 总之现在能收集到多点的大员兵 那就是好事 叶晨目光闪烁着 想起了玄天剑坟 玄天剑坟里面布满了破损的九品地器 始源器 那些法宝器具 虽然破损了 灵器几乎湮灭 但材料还在 而且数量足够多 如果收集破损的九品地器 始源器 将所有材料重新熔炼 再拿去修复五行星空环 或许有成功的可能 想到这里 叶晨不禁眼睛一亮 修复五行星空环 需要大量材料 而玄天剑坟里面 就有足够的材料 而且叶晨眼下的实力 也达到了补天镜六层天 比以前强大了很多 如果再去玄天剑坟 他可能有机会 获开玄机月的祭坛 救出几位大能真身 要知道 轮回墓地里的大能 有很多被关押在 玄天剑坟里面 如果能够救出 等徒生大会开始 叶晨会有更大的机会 他决定了 再去一趟玄天剑坟 叶公子 欢迎你随时加入 荒雷神殿 飞雷神尊发出爽朗的笑声 将叶晨的思绪拉了回来 叶晨回过神来 收起五行星空环 拱手道 飞雷前辈 以后如果有缘 我会去荒雷神殿看看你 如此甚好 那我先走了 飞雷神尊微微一笑 旋即转身离去 叶晨看到飞雷神尊 这么洒脱干脆 心里也是暗暗敬佩 这次和荒雷神殿 结了个善缘 想来也没有坏处 等到飞雷神尊走了 蛮黄眼魔凑到叶晨身边 哑地声音道 尊主 这次徒生大会 你准备如何 叶晨道 帝氏天想斩杀永恒圣王 我必须挽救 你准备好一些亲信部队 等大会开始听我的号令 绝不能让帝氏天得逞 是 商议完毕 叶晨点点头 离开了黄雷殿 在梅兰竹菊的送别下 走出渡雷圣山 这次渡雷圣山之行 可谓收获丰富 结雷之尊吸收了大量雷结 万雷灭世的威力 必定惊天动地 而叶晨斩杀了九天雷敖 得到雷霆圆福 而且还重新招收蛮荒研磨 获得一个天大的助力 收获更是丰厚 稍稍休整之后 叶晨撕裂虚空 奔赴玄天建坟 借助着口袋里的神秘黑色石头 叶晨再次进入玄天建坟 这些神秘的黑色石头 是构筑轮回墓地的异物 也是踏入玄天建坟的引子 再入玄天建坟 叶晨环视四周 周围矗立着一座座巨建 散落着一地破损的九品地气 始源气 整个玄天建坟的气息 充斥着荒凉 沧桑 古朴 混沌之一 很好 这里的材料 足够我修复五行星空环 叶晨看着周围散落的九品地气 始源之气 这些法宝器具虽然破损了 但如果重新熔炼 可以当作修复五行星空环的材料 小子 是你 叶晨刚想动手 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 两个穿着铠甲 容貌几乎一模一样的老者 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两个老者 只有眼瞳颜色不同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紫色 正是镇守玄天建坟的两位长老 红尊和子尊 两位长老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叶晨笑了笑 当其拱手行礼 补天性六层天 小子 短短时间不见 你的修为居然突破到这个地步 你的身上还有无比雄浑的元术气息 你得到了元福 还不止一道 红子二尊大吃一惊 没想到叶晨的修为居然突破得这么快 上次在玄天建坟 叶晨的修为还是圣祖境 但现在已经达到了补天境六层天 而且 红子二尊发现 叶晨身上还有元术的气息 小小突破不算什么 两位长老 我想再去祭坛一趟 看能不能破开祭坛 进去救人 叶晨摇了摇头 并没有骄傲自满 虽然他进步很快 但敌人太强大 他目前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多的助力 如果能挽救轮回大能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以你现在的实力 的确有机会破开祭坛 但你身上沾着大凶气象 这是怎么回事 红子二尊凝视着叶晨 在惊讶过后 他们发现叶晨的气息 带着一丝凶险的灾气 这是大凶之兆 叶晨必有大劫当头啊 这大凶气象 似乎还和帝氏天有关 帝氏天善于隐藏实力 虚虚实实 世人都不知道其真实实力 甚至上古几场大战 他都故意表现普通 甚至装成重创 但他的真实实力 可是还真境 甚至爆发权力 还真境后期 乃至巅峰都有可能 难道你得罪了他 红子二尊仔细推演之下 察觉到了帝氏天的因果 心头更是大惊 虚虚实实 这家伙还真是古怪 他的修为是还真境吗 叶晨目光一动 还是第一次听到 帝氏天的真实实力底细 原来帝氏天居然可能是还真境后期 乃至巅峰的高手 还真境是始元境上面的境界 大道还真 威临天下 战斗力无比强悍 一个还真境高手 想杀始元境 仿佛碾死一只蚂蚁 不费吹灰之力 始元境和还真境 虽然只相差一个境界 但却隔着一道天谴 两者犹如天壤云泥 还真境 大道还真 已经能捕捉到一缕上位者的影子 有资格成为上位者的仆人 譬如传说中的十二神尊 就是上位者的仆人 而始元境 连给上位者当仆人都不够资格 以夜晨目前的实力 大概能对抗始元境五六层天的存在 如果碰到普通还真境的高手 没有丝毫战胜的可能 而帝氏天更是还可能 是还真境后期乃至巅峰的存在 如果战斗起来 夜晨一个瞬间就要被秒杀 没有丝毫存活的可能 放眼整个域外 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 犹如凤毛麟角 屈指可数 而且帝氏天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心魔之主 掌握着心魔大昼剑 他真正的实力 恐怕足以傲视整个域外 这次屠盛大会 夜晨要直面帝氏天 压力与凶险可想而知 小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身上沾染的大凶迹象 怎么会和帝氏天有关 红子二尊声音沉重再次询问 帝氏天的实力太过强悍 眼下的夜晨还远远不是他的敌手 是屠盛大会 夜晨目光一宁 将屠盛大会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屠盛大会原来还有这种事 您要在屠盛大会上对抗帝氏天 红子二尊一直镇守悬天建坟 并不知晓外界的事情 现在从夜晨口中 得知屠盛大会的事情 两老都感到无比震惊 这屠盛大会 摆明了是羊谋圈套 要引夜晨上攻 而夜晨只有区区补天境六层天 想要对抗还真境的第十天 几乎没有可能 完全是找死 所以两老都无比惊骇 当下齐声劝阻夜晨 你实力还太弱 千万不可与帝是天为敌啊 夜晨摇了摇头 目光无比坚定道 两位前辈 我心意已决 我不能看着永恒圣王死去 听着夜晨坚定的话语 红子二尊相视一眼 顿时沉默了 他们从夜晨身上 看到了昔日无祖的身影 夜晨的心是无祖道心 注定要破灭万难 不可能有丝毫退缩 无祖是武道的源头 是天地初开之时 孕育武道的英雄 夜晨早就觉醒了无祖道心 一直刚毅不屈 他的道不允许他退缩 如果苟且偷生 任由帝是天宰杀永恒圣心 夜晨的岛心必将崩溃 他以后不会再有进步的可能 所以就算帝是天再强大 他都不会退后 红子二尊面面相去 他们在犹豫 犹豫等屠盛大会开始 他们要不要出手 帝是天的实力实在太强大了 他们也没有把握战胜 如果出手恐怕是以卵击石 而且他们还听说 传说中的心魔之主 似乎就是帝氏天 帝氏天之强悍 简直是雄霸欲外 无人能敌 连他们也不敢争锋 两位前辈 我需要修复一件大员兵 麻烦你们替我护法 夜晨不再多说什么 而是盘膝坐下 挤出更金圆符 更金圆符震荡 一缕缕金属元气 疯狂流淌而出 这些金属元气 不断地凝炼之下 最后构筑成了一座火炉 轰的一声震落在地上